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完之后我经常在那里认识他 认识他之后当然没有朋友做了 他说大家认识而已 为什么这么困难呢 我说不是的 既然你经常叫人说那么多分析分析 但是你的东西又吹嘴又语嘴 人家信了你那便死了 除非叫人学 像我叫你学那样 你输了钱你不会斩好的 你自己学 因为后面有理论 对 大家都是这样的 你学开车是有理论的 但是出到街上你自己要经验累积的 一模一样 但是起码你的理论你都不要随口说就当悲伎 我觉得大家都是 为什么我说这番话呢 因为我跟着这么巧就让我看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也是你衰 如果我剷完这篇文章之后 然后对方要找我贿气 我说不要找我 这一集已经结束了 要找肥仔 因为肥仔是拿了一篇文章给我看的 不是我自己的 哦不是 我想去找找一些黄金的新闻 好了 第二次就讲金会 金会友 看了三者 为什么我说我终于捱了这么久 终于背开魂巫见青天呢 因为昨天就终于出了一个非常单边和大的跌势了 同一时间 英镑当然来了 刚才我Facebook也发布了 其实这个也期望了很久 接磨了很久 为什么接磨呢 因为我经常叫人买$1 就是说美元六月见底 六月见底 六月虽然见底 但也希望不要往后时间低过六月底 Fanscott到最后都没有跌低过六月底 到现在这个时刻 贾仔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没错 上个星期提及了几条多重要的阻力线 那几条阻力线都中了 也已经有新效了 待会可以探讨一下那几条线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昨天金大跌 刚才节目开麦前 肥仔问我 昨天金下跌 那有什么消息 我说消息是没有消息的 那来了那些磅开始吹就吹 落实脱钩就开始走 那些磅开始散的时候 美金就相对上升了 那美金相对上升的时候 对于金价格绝对有影响 那一看一看那些金 哇 那些金开始来了 那我开始水银射地 看一看的时候还是1300元 那时候我自己手痕很少的一两三张 看一看目击回来 收拾几条件 我说很高兴 看一看 我就穿了阻力 穿了承承支持 我说 玩完了搞定 应该都结束了 为什么结束呢 那第一件事 我们就去看看一幅图 好了 我们去看看金图 金图又要讲很长的历史 那第一件事 我先拿走RSI 大家先看看图 看看整个东西 究竟发展的形态 这个一直都讲了很久的 就是这条支援线 这条支援线我们其实很多集前已经画了 因为上一次那些金 走到这个末端的时候 我们说 看着这条线就快要穿了 这条线穿了 这条线穿了 这条线当它穿下来 上次在这一层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如果跌得穿它就肯定很大部分 因为这个线基本上是有反应的 因为这条线正是在这里起步点 这条线已经是出现了 这条线一早就在下面画出了 这一点就证明大家都在相信这条线 这个逻辑 简易逻辑 所以这一点再加这一堆底线 这条线的象征意义很大 所以当上一次达到这条线的时候 平衡通道底部加上这条线 托线 这枝羊竹的底很重要 它也被这条线托线托线 当然它也碰不到平行通道 就是这个通道的底 然后在最后一旦 这一旦在顶上出了一枝 类似十字星的物体 就是出一支阴竹 而阴竹结果一路跌下来 跌下来不中 没所谓因为 我还记得上一集我们用了 Stocastic 叫什么叫人懟金 上上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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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我马上又回报述Stocastic 其实Stocastic也算是值得一功 因为上星期我们说Stocastic 在顶上这枝是交叉 上星期应该是在这个位 已经出了一个买回信号的 没的在这里 记得上星期就让大家懟金在这个位置 但这枝懟就是大茶饭 因为这里没有叫你买回的 就是说没有叫你去买一些金钱 就是这次Solkastik在这个通道里面立了大功 因为应该没有叫你平仓的 肥子就是肥子水 肥子就是肥子 好了 这个通道结果在昨晚跌穿 对不起 前晚跌穿了 关键是前晚 都不是这个问题 其实最关键是这些事情怎么办呢 前晚第一晚收穿这条长期上升通道 你当它是假穿 你当它是假穿 因为假穿这些是正常的 经常发生 但是昨天一开一跌穿的底 其实一跌穿这个通道 我现在占了它指着1200 97元即是1300元 就确定得不得了 我发布出来的时候 都差不多在这些位置 在这些位置 应该是1298元 就应该结束了 然后就一直刷下去 好了 通道结束了 没错 好问题 第一件事 我问回你了 如果你玩了这么久 就是technical analysis 我就问回你 肥仔 走完没 我先问大家观众 走完没 走完没 整件事情 如何去处理它 这个是挺好玩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通道大概一格多一点 是 现在穿了之后 就是 穿了这一条之后 是 现在其实也行了 不够一格 差一点点才行过一格 是 但是其实打过八折 也不排除走下去 也可能 我们的大 trend 看法始终也是 但是如果你要我炒这个通道 现在又回的话 就是回一点点就算了 我宁愿就平仓了 其实已经走了八九成了 我昨天 我自己在 我没有帮我自己的仓 的样子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我自己 就卷了一些金 我昨天晚上 就是跟你一模一样 在现在这些位置 1274元 我都平了 当然我一三一几 因为我昨天见 一卷穿前日的daylow 我就开始卷第一章 就是开始卷第一章 穿了条线我就重手队 那昨天 其实去到差不多 两点多的时候 凌晨两点 即今早凌晨两点多 我就平了 那我平了什么理由呢 第一件事就是 这个通道 其实我们如果炒第一个目标 就是炒这个 这个其实你可以当它双顶的 一个顶 两个顶 穿顶线 其实量度幅度1274 就到了 第二件事 这个就是即日先 因为昨天也積重这么多 那我为什么 我平了仓 最主要是这个理由 但是这样 如果你玩长一点 反过来说 应该是要再沽的 就是说 这个跌势 不是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条这么长期的支援线 都能穿得的话 今天只要有 如果你够胆博的话 其实这些水平 现在1273 1774这些水平 其实你够胆 借近这些水平你可以买的 只是放在1280元 放在1280元 1280元 策略就会这样做 那为什么会放在1280元 因为保里加通道的底 就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1280元 1280元 其实你放在1280元 不要赌这么大 什么时候 你第一支钱就可以在那里做 第二 那有什么方法呢 如果它再插进去 插穿昨日地牢 再去 就去第二支 那两支就够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跌得穿 昨天的这些大阴烛 在过往里面出现的 它不会一天收拖 所以它不会一天收拖 譬如我拉后一点 譬如出现这些大阴烛 大家要学一样 就是看看以往 出现这些大阴烛之后 那些事先走 记住要做同类比较 第一件事就是 这个是大阴烛 那你怎么处理 有点不同 这个大阴烛是在整个 形态的尾部出现的 所以基本上 它是差不多 这个头肩顶的目标附近的 但现在不是的 现在这个大阴烛是在 浪的浪顶出现的 那就是说 你在浪的浪顶出现 那你可以去比较一下 这些阴烛了 比较一下这些阴烛了 OK 就是在浪的浪顶 接着可以出阴烛 在浪的浪顶 再出阴烛 长阴烛 接着有没有follow through 这些东西就出了浪顶 出了长阴烛 所以 你就用这种态度 你可以拼拼一下 这些位置 或者高一点 1275度 你可以对 对完 放高10元 来做一个止蝕 放高10元 甚至你放松一点也不做 如果我放了 我也放得很远 我也不做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要再插多东西 因为这些这么长的trend line 破得的话 就不是一天半天走完 第二 再者 stochastic还是在冲下去 所以你不用那么害怕 是吧 你宁愿倒他的follow through 如果我画完这条线的话 大家的信心会更大一点 那就更加 那你看完这条线给你 是不是又是齐齐齐 是不是又是一个教材 一条阻力和整托线 两三格左右 那这个通道高到多少 数个格子 你觉得 数个格子又捞到东西 一格 两格 两格半 这个破掉了 这个当你半格 就是今次要 161 如果你炒这个通道的话 1160元 时间敢囊 看看行不行 希望可以 因为我刚刚一二七 三七四 等下我几个月后 帮你follow 我个节目free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么这个通道 如果成功的话 就是另外一个好的 近期突破的 因为之前这个闷局 的确实真的很闷 闷得很紧要 那第二件事 那为什么说 他再插下去的机会 相对高呢 因为保利加通道 两条脚开始撒 代表另外一个趋势 那这个就是用Bolantjurban 运用Bolantjurban 第二个信号 那因为现在开始 似一个趋势 那看来呢 我们到加盛 我们就不会用它了 因为已经离开了震荡 就是摇摆了 那我们就找趋势 趋势 简单一些 用一两种就够了 原来帅子了 原来其实上个星期 开始呢 政府DI已经抹开了 ADS已经开始 25水平向上升 其实上个星期 我们说这里 队的时候呢 它已经在升 不过现在这些样子 当然帅子 在上个星期 所以它关键 已经是突破近期的 长期闻局 再加上我们就常常重复 就是去年日本仔的预期 黄金跟美金结六月 结完底之后 即是黄金结了顶之后 应该就是一路向南的了 我也挺好处的 刚刚在门局出来之前 起码做最后一集 那就好处 对啊 我们说半年的东西 都好像还没实现 对啊 现在挺不错的 我们的节目都会说 我那个节目没有收钱而已 可能你还会付钱 好了 这个就是黄金的故事 黄金所以未来 我就会删除这个窗口 因为不看它了 那就看这个 看这个 如何平仓的话 当然 我已经说过了 不重复了 除非你到时 参观我们的实践班 我们就会再跟你分享 那如何平仓呢肥仔 平仓 平仓就是正DI向上窗 肥仔真的好 哎 哪有这么好的男生 有好女生介绍他 第一个讯号 当然ADS开始转弯 第二个就是正DI开始转弯 自己执山 但是形态已经已形成了这个通道 希望它顺畅地运行 161 好了 第二个就是回应英镑 因为我讲过英镑昨天也有完了 那为什么有完了 其实这个天天突破了这个门 通道已突破了 所以我又拿走这个摇摇指数 我就拿过趋势指数出来 趋势指数 其实Move in average 都已经在跌了 那就很清晰了 政府DI其实都是在前几天出现 十字星之后 十字星之后 政府DI抹开了 它漂亮在哪里呢 两条线都是分开向 割走极端 而这条ADC还在底位 现在慢慢抽上去 是属于挺英俊的 当然了 英镑有少少玩法不一样 那我拿走那幅图大幅一点 大家容易看一点 英镑有两种玩法 第一种 通道 通道高度就落到124 多少架 半架 两架 一架 两架 大概是122附近 所以刚才那位朋友Perry 他说用50点拨打8点 我就不敢拨打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应该突破通道输后 应该是单边 单边杀下去 它有另外一种形态 就是两条保力家 一起向下垂下去 其实这种比之前两架撑开 都是更加好一点 这架是英俊的 那移动平均线不用想 一定向下跌 不信的 就是拿一条 简单的10天移动平均线 出来 那条蓝色10天线跌得很漂亮 即是说趋势指标ADC也看到了 接着另外 这个也在跌 可以用10天线 是的 可以用通道定位10天线 就会判断 挺好的 如果现在在跌了的话 公司也太远了 其实跌了的话 就不用Bollinger Bank 如果现在跌了的话 我会用这条trend line trend line就在129 129齐头 8几点 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反过来跌 就是跌下去122 就是看多几百点跌下去 是不是几百点 一格两格 那就宁愿上面 就用一条线 用150点做斩头 我宁愿这样炒 也会变整了 我就不买棒 我在上去 已经有机会了 那英鲍的机会 亦 因为是这一点再加这两点,就形成这条线 这条线再拉下来,就形成第三条线 这条线我为何说过几百次非常之重要的就是 因为这条线是有影响力的 因为当它反弹就是比之前这两点拉下来这条线顶住 而且顶住了很多天的低线也顶住了 上一次我说过这个是假突破 出完完两竹没有追随 出了一些阴竹,然后刹下来 接着的低线曾经假突破过,跌下来 都是要缩下来的,这一天也是 结果终于收穿了 很重要的,这条线长期未穿过 其实在今年整年,2016年 达拉英尔未穿过这条线的 终于穿了 这个通道,我只炒通道的 去到哪里肥仔,有多高 一,二,又是两格半 这里起手计,一计,两格,两格半 将会炒回到110水平 即是还有七、八点 即是如果只炒通道就去到110 但是如果 跌下来,升上去再跌,升上去 这个就变成双底了 这个双底,再加上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三角形 我拿走这些线,可能你会更清晰一点 拿走这条,拿走这条,拿走这条,拿走这条 这条,如果你最后是这样看 其实这个突破就已经走完了 希望是,因为底是齐齐齐的,托得很漂亮 这个三角形要破的话,最终目标当然了 这个掉下来W底,双底 对,双底就去到110 但是其实再高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三角形如何量度 量第一只脚 量第一只脚就再高一点 加上刚才那个长期通道 就有几个,纯粹只看样子的 有几个推动力 就是美金要买高一点 对于日元 ADS开始升,政府DI开始拆开 也有另外一个讯号 我觉得 希望也应该 炒完 这个美元对日元 这个调整 基本上已经调整了一年 是啊 希望这次真正正正调整完 因为英镑又有形态 黄金又有形态 DL也有形态 很多东西配合 很多东西配合的话 应该是希望的 如果不行的时候 也是两手准备 刚才说了英镑哪里斩头 日元 日元就在哪里斩头 其实 没有了,都是这条线 一百齐头 输三百点 不要这么大 爆上去再加注 两注做 我性格就不会 你知道我通常都是 其实如果今天穿了 今天就有讯号 如果纯粹以形态看 今天穿得 今天穿得的话 今天就有讯号 今天第二天 因为今天第二天 钱穿了 已经讯号 如果今天再收高 就有讯号 所以就一件好事 唉 终于等到了 最后一集 我们这个节目 已经讲了大半年了 由美元到日元 六月见底到现在 那都不错了 我们也有历史 以历史 经得起时间考验 是的 由我们五六月开始讲 美元六月见底 真是六月见底 然后见底之后 最终也没有杀下去 顶着屁股 然后在屁股上来 唉 真是很欣慰 对于既然分析 就是 我又充满信心了 哈哈哈哈 哈哈 说笑而已 这句 一直都有信心 好了 稍后回来 哇很大 哇 哇 很厉害 蛤 蛤 没有头发的 原本好得 谁知道被几粒头发害死了 想改善命运 就吃 乐儿本草 营发植物胶囊 它早传药 直接为你的头发 补充营养 还强肝肾 补血气 香港制造 食用放心 你都想试试的话 快点来MIHKTV 订阅我们低俗频道 或者 啤梨晚宝一年 再like Soul Life的Facebook专页 就立刻免费送你一瓶 60粒的 乐儿本草 营发植物胶囊 数量有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